不恰當也不應該 不是應該是台電才對嗎 讓我們一直面對缺電的威脅 然後用這個東西 不讓我們來保護藻礁 用這個東西來威脅我們呢 民進黨就謊話連篇嘛 三次大停電都幾百萬戶的 我跟你講執政這五年 今年就三四次的 大規模的所謂的故障停電 你每次都可以找出理由 跟你講補償你一塊錢 我不知道你民進黨 怎麼會想出這麼 天才的補償方案 你是在羞辱民眾嗎 禮拜六一二一八 就要進行公投的投票了 這個時候來一個大爆炸 跟大斷電啊 真的是太諷刺了 狠狠地打了台電一巴掌 台電的台北萬榮變電所 五號變壓器故障 導致跳電而且還爆炸 大家都看到了 不但有爆炸還大火 附近的居民真的是嚇壞了 雙北地區有超過30萬戶 不停電耶 大家都在想說怎麼回事啊 目擊的民眾路過嚇到都驚叫 一團火球在天空爆開來 難怪人家會以為是飛彈打過來啦 結果呢我們就看到第二天的 王美花部長怎麼說呢 王美花說哎呀 昨天的跳電事故 單純是機械故障而已啦 跟缺電無關啦 如果擔心缺電的話呢 你就要通過新建第三天然氣的接收站啊 啊你不是不缺電嗎 所以通通不能夠啟用核電嗎 現在又說要缺電啊 因為一定要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都你們在說的 那到底標準是什麼 事實是如何 蓋了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我們就真的不缺電了嗎 這個接收站就可以解決 整個台灣缺電的問題嗎 好 那麼台電就說啦 如果啊台電更離譜喔 昨天不是大爆炸嗎 那台電呢 台電是市主啊 台電就說 哎呀因為我們已經有蓋好一個 新的室內變電所 如果呢我們可以用這個新的變電所 就不會發生舊的跳電爆炸啊 可是為什麼不用呢 因為當地居民反對 所以無法使用 你現在好意思把問題丟給居民嗎 請問如果你的變電所 就蓋在你家隔壁的話 你會安心的隨便它蓋 隨便讓它使用嗎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不就是你台電的變電所 一樣會爆炸嗎 居民如何安心呢 你還好意思把問題丟給居民啊 看起來居民不敢讓你使用 似乎是對的喔 好 那麼呢 我們看到立法委員陳焦華就說啦 時代力量的陳焦華說 變壓器平常就應該做好維護啊 怎麼可以故障事件來 施壓居民同意你新的變電設備來運轉呢 你就是在變相施壓嘛 你今天不去檢討 你反而來施壓旁邊的居民嗎 當地的居民就說 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大的爆炸聲音 還以為是大陸打過來了啦 捷運的乘客 中校復興站的台北市最熱鬧的地方啊 踏上手扶梯的時候 忽然停電停止運作 燈號不斷的閃爍 很多人差點就跌倒啦 也有在大賣場的民眾說 在地下室的賣場逛到一半 忽然燈光全滅啊 還以為要大地震嚇死了 以為它會被垮掉的樓層壓死 因為大家通通非常的害怕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這個以前是絕對不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你看今年光是今年就接二連三的大跳電大停電 連不是炎炎夏日現在天氣這麼冷 台北天氣這麼冷都還會跳電 所以就證明了我們是很嚴重的缺電嘛 好你看 沈榮金副院長居然啊 在11號的時候還發訊息說啊 要求即日起要求台電 在公投期間電力要做好穩定供電 以免造成額外的困擾 你們真的是很沒有良心耶 所以一切都是為了因應公投 如果我們不是公投的話 電力系統難道就不需要做到穩定供電嗎 換句話說 沈榮金還特別在11號的時候 交代台電說 你們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給我跳電啊 不然的話呢 藻礁永存互藻礁的公投 跟重啟核四的公投很可能會通過 所以呢要台電呢要努力一下 結果沒有想到呢 台電隔天就來個大爆炸 等於是狠狠地打了沈榮金一巴掌 但是我們的官員的心態是不是太扭曲了呢 好我們看到了 核電的留言終結者 我黃世修就說了 事故恐怕就跟台電的缺電 所以呢就怎麼樣 頻繁降壓供電是有關的 因為台灣關掉了一半的核電啊 所以就很缺電嘛 那台電怎麼辦 台電就只好偷偷降壓 來降頻供電 所以今年連秋冬都要偷偷降壓 所以表示情況已經非常的危險了 如果核四公投不過核二核三也保不住的話 台灣進入所謂的非核家園缺電的國安危機 就會成為常態 郭正亮也說啦 12月12號的問題並不是背轉容量不足 就是因為10月11月就是缺電嘛 那台電呢台電就降壓處理啦 所以導致供電系統造成的傷害一次爆發出來 最近有不少的電器行老闆就在講啦 最近啊修理冰箱修理空調的人變多了 為什麼就是因為降壓嘛 所以你的電流不穩定使得家電也被破壞了 2024年新任的總統真的很可憐啊 郭正亮就說你一上任就馬上面臨缺電啊 因為呢蔡英文說2025要非核家園 他正經是酒酒給別人去死啊 那趙少康就說台電一直降壓降頻啊 所以呢很多的設備都故障了 到明年後年的六七八月的時候 你想想看現在秋冬就這麼慘了 那明年暑假怎麼辦啊 哎呀台電就出來說你們這些人啊 就是針對公投議題在做政治操作 意圖誤導民眾不恰當也不應該啊 看來不恰當也不應該 不是應該是台電才對嗎 為什麼長期沒有一個合理的能源政策 讓我們一直面對缺電的威脅 然後用這個東西不讓我們來保護藻礁 用這個東西來威脅我們呢 請問大家台電有沒有降壓 有沒有降壓是不是事實 降壓會導致設備那個線路的損壞 是不是事實 設備線路損壞累積久了 就會發生類似的這個狀況跟故障 是不是事實 你看後來因為大家提到就是說 因為台電 因為我們台灣就是缺電嘛 缺電你無法因應 你就用降壓的方式 弄便宜行事 來損害你的設備線路 那這樣一個長期的傷害 這有一天就會突然故障就會爆掉 可是我們的官方出來的解釋是說 我沒有我們那天12月10號 我們沒有降壓 我有說你12月12號降壓嗎 我們都說你降壓會造成累積性的傷害 就像說今天有一個公司很爛的公司 柯克員工過勞超員工 結果這個員工不幸過勞死 結果到時候問那個公司說 這員工過勞死你要負責 他跟你講說沒有沒有 他死的那一天我沒有給他加班 他那一天沒有過勞 是這樣算責任的嗎 可是這整件事情就要回頭 就講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民進黨就謊話連篇嘛 你今天只有兩個結果嘛 我跟大家講你就任一個嘛 我就問請問馬政府八年 有這種停電斷電爆炸的這種方式 有發生嗎 三次大停電都幾百萬戶的 就民進黨執政這五年 今年就三四次的大規模的 所謂的故障停電 你每次都可以找出理由 那我就講很簡單 那為什麼馬政府的時候那八年 大家沒有嘗到這種所謂的 不斷斷電停電的苦果 要嘛就是缺電 降壓設備損壞造成的事故 要嘛就是你今天民進黨無能嘛 台電你管都管不好 一個椅子就可以全台灣大缺電 大斷電 所以不管任何一個情況 今天說實在話 你民進黨你執政你負責啊 可是你們看他怎麼負責 他那負責笑死人 他出來負責 跟我講說 絕大部分的停電的受災戶 沒有補償是他的負責方案 少部分停到要久的兩千戶 跟你講補償你一塊錢 我拜託民進黨 你不要羞辱文山區的民眾 你不要羞辱雙北的民眾 我貪你那一塊錢的補貼 一塊錢 我不知道你民進黨怎麼會想出 這麼天才的補償方案 你是在羞辱民眾嗎 斷電停電關在電梯 然後賣場差點出一些狀況 請問然後我生意受的損失 你跟我講你補我一塊錢 我也不知道民進黨 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你需要傲慢到這種程度嗎 真的好好面對我們能源的問題 核四 真的核四是你的解邦 是救你不是害你 拜託